接下來我們要上一個重點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所謂的化學劑量就是要問我們反應物 反應物的需要量或生成物的生成量 A加B產生C加珠 要產生這麼多的C需要多少的A 有這麼多的B可以產生多少的珠 這個東西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這個東西的計算的基礎就是我們的均衡係數 因為我們會寫出一個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上面有一個均衡係數 老師剛才已經教過你了 均衡係數代表什麼東西 均衡係數代表什麼 來 停車站接問28 28 均衡係數代表什麼 什麼東西 不錯 沒錯 代表的是個數或者是什麼 墨數 所以我們在做所謂的簡單的化學劑量就是在做什麼 就是在做什麼 墨 就是在做墨 在算墨 所以你必須要記得墨爾怎麼算 墨爾要這樣子算 記得嗎 怎麼算 我們目前教過幾個公式 兩個 兩個 哪兩個記得嗎 記得 對 對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或者是個數除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 我們用的比較多的是第一個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求墨爾 或者是多少個除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 你要會算墨爾 因為我們在做簡單的化學劑量就是在算什麼 就是在算 墨爾 所以你要懂計量怎麼算墨 這個墨爾的兩個 就像是我們前面寫過的 其實墨爾還有第三個公式 但是我們現在還不加 我們要到後面交墨爾濃度的時候 我們要到後面交墨爾濃度的時候 它才會出現 所以我們以後再跟你講 那麼這個第三個也是常用的 用墨爾濃度求墨也是常用的 不過現在暫時不出現 好 我們怎麼去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有這麼多的A會產生多少的B 要產生這麼多的珠需要多少的B 這個東西怎麼做 第一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在考試題目裡面 這一部通常都已經寫好給你了 只有少數題目寫的方程式沒有平衡 或者是根本沒有寫方程式的 那這題目比較少 大部分這一部都不用做了 題目已經寫好了 第二 把已知跟所求都換成墨 他說我已知有這麼多功課的清氧化鈉 我要求有多少個的 多少個什麼鈉 或什麼之類的那種東西 那麼就是把已知跟所求都換成墨 怎麼換墨 剛才講過怎麼換墨對不對 為什麼要換成墨 因為均衡係數比就是墨爾數比 墨爾數比 墨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墨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墨爾數比 然後注意會有過量的問題 所求都換成C跟株 所求都換成墨爾 然後套到那個關係裡面 去解決我的問題 這叫做簡單的化學計量三步 請你記住 一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二 已知跟所求都換成墨爾 墨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然後注意會有過量的問題 兩個A加三個B會產生C跟株 兩個A加三個B 那如果我有四個A要配六個B 如果你給我七個B 那就超過一個 一個超過一個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要注意它反應是不是會過量 會不會過量 過量就沒有那個 前面說到比例關係 我們後面會有題目 我們後面會有題目 我跟你講它是一個過量 我們後面會有題目那樣過量 所以要注意它會是否是會過量 就是我們跟各位簡單介紹 如何做簡單的化學計量的方法 OK